没有代沟 没有代沟 所以你看像师父讲 要本土化、要现代化 不具于这样一个形式 这些观念也是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里面来 为什么很多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小孩 好像很多理念不能沟通 有代沟 这个代沟就是因为你爸爸妈妈讲的话 不是现代化 就像师父讲的一样 你也讲那个清朝的 讲那个天保仪式 这样的儿女 他是比较不能接受 所以你要跟他同理心 要用一种他能够接受的方法、形式 其实做父母 你在跟小孩讲道理的时候 其实就是跟师父跟我们讲经方式是一样 我觉得这个本土化、现代化 确实我从师父在这里 我接受到他给我开示这样的一个讯息 感受是非常多 我在来之前 我就想了几个题目 要跟师父来请教 其实最后一个题目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 因为我来之前本来我还有点担心 但是看到师父开示这样子 这个胸怀很开阔大度 所以我也比较敢讲得多一点 就是我在我看书的这些 接受的一些理念上 我有两个跟宗教有关的故事 我自己感受很深 第一个就是我看天下文化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外科医生的黑色喜剧 他就是说一个外科医生 他给病人开刀的时候 开脑 他说他开脑 他第一次接触 把脑袋打开 第一次摸到那个脑的时候 应该不是摸到脑僵 摸到那个脑的组织的时候 他说他忽然有一个触电的感觉 他说他觉得上帝的旨意 就藏在那个地方 就好像他接触到神的那个 因为人的一切的知识智慧 都是从脑来的 所以他说第一次把一个病人的脑打开 摸到那个脑的时候 他感觉到好像有点接触到神 那样的一种感觉 这是给我一个跟宗教有关的启示 第二个是我看那个罗慧夫 罗慧夫医师 他是玛街医院跟长庚医院 他都当过第一任的院长 罗慧夫医师 他说他有一次生病的时候 他以为他要死 所以他一个很好的朋友 也是医生的朋友 就从加拿大好像是 就赶到台北来 就跟他说 罗医师 我特别敢来关切你的病情 他说你那么远的地方跑来 是不是有助于我的这个病 因为他感觉他自己要死了 但是他想到他朋友 从很远的地方来 也许是要来帮他治好他的病 他主要是最大的病情 就是要是 就像我上学书 未来的病情